我们刚才睡了一个午觉 养足精神 先去哪呢 先去公共大池子 这个是公共小池子 带大家看看 来 走起 没人吗 没人 有个人没有吗 左边这是公共小池子 分三块 通过这几天在这儿泡泉 感受就是 可以找一个自己舒适的温度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长时间在这儿待着 如果特别热 你待的话 可能像我比较耐热 也就十多分钟就得出来 虽然汗冒的比较多 但是我现在长久来看 还是这种 跟人体温度 比人体温度稍微高那么一点 待的时间长 今天现在这个池子 我待的时间就比较长 也在流汗 它就没有就是40度以上 40到42这个温度吧 就是非常容易冒汗 但是待的时间短 所以我现在呢 就喜欢待这种 比我人体温度高那么一点的地方 刚一进到这里 就看到这样一个石头立碑 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两个大字 特级 这个地方是属于当地的一个特级保护的热泉 看这个池里没人啊 躺下了 其实我觉得哈妈 你说还是不能太热 待不住 刚才你你现在待的这个 对 这也待不住 躺着吧 哎呀 跟杨奎飞似的 刚才打的一个声音 你以为是放学了吗 你以为是下课了吗 oh no 是吃饭时间 响铃是一个暗号 表示可以吃饭了 开饭 地震了 住的怎么样 当时一个半月的时候 他们不想走了 不想走了 如果不是地震的话 他们还会住一个月的 真的 看了这温泉太吸引人了 吃饭的地方 这个是吃饭的时间 早餐7点半 11点半 5点半 这要读书的时候 对 他用餐时间基本就半个小时 你好 大姐今天中午是啥菜 这是抹育 抹育 太好了 这个是菜花 对 这个是丸子吗 肉丸子吗 茴香丸子 太好了 老妈你要吃茴香丸子 火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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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费 对 对 大姐说了 不够可以加 够了 这些就够了 吃饭都要走 再往走 小火柜 穿着泳衣直接就来了 为啥 打零了 人说了 来晚都不行 来晚没饭呢 我就穿着泳衣就来了 他没饭 今天晚上火食 我觉得挺给力 给大家看一眼 这火食太行了 太行了 哎呀 这汤 这个是茴香馅的丸子 蘑芋 菜花 蘑芋 蘑芋嘛 咱爱吃那蘑芋 蘑芋 老妈 坐呀 这个是豆豉的花生米 猪肉炒西芹吧 还是炒笋呢 这是豆豉花生米 这是猪肉炒这个青菜 这个是椒耳根 哇 我最爱的南瓜 这个是什么 藕 藕和鸡呀 哇塞这火食太够用了 130一个人 是不是太好了呀 不想走了怎么办 这个是价目表 饭菜的价目表还行啊 你看这青菜都18块钱 价格还挺可爱的 汤上20 这也是蒸房 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绿色的这种呢 就是我们之前也看到过 它是松针 上面可以铺一个草席 铺一个草席 这样的话就可以躺着着 就比较舒服了 这地上是好热的 很温热的 我在蒸房 老妈在公共大使 都不用网络上喊 直接用声音一吼都能听见 太野味了 太野生了 吃白了 吃白了 这个是大池子 男女可以一起泡 太有名哟 不知道水温怎么样 还可以哟 还可以 但是应该已经过了40步了 看来能不能下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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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还有没有台阶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还有台阶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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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好高脚啊 真的是真的是 真的是 这么风的温泉啊 真的是真的是 太正风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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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右侧正在冒着这个 咚咚咚咚咚咚 应该有这个泉眼的 感觉自己就是在这个泉眼上泡温泉 泡了这么多地方的温泉 泡了这么多地方的温泉 这个温泉太特别了 现在就在我这个 里面上泉眼泡 你会看到的 就在这个温泉眼中 我会看到的 可能会有这个温泉 在这个温泉眼中 全是一种泉眼中 在这个温泉眼中 大家在这些温泉眼中 在这个温泉眼中 就会个人给我 在这个温泉眼中 que quiero ir a hacer porque las personas se han terminado se han terminado y se han terminado desde los dos años se han terminado en la tarde se han terminado muchos de los que están八 meses tienen que hacer el truco buenas tardes fué ¡guau a la nota! ¡viel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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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现在 现在来给你的相对大一点 就吃是吧 嗯 这个 好嘞 太好了 这个觉得肯定是没到四十度 我凭我泡温泉的这个经验啊 我估计 三十九度吧差不多 嗯 说这个墙上 说就是在这个墙上 我发现有好多就是那种白面 那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些墙面上的白色粉末呀 叫做芒霄 这些叫芒霄 都是从不热的地壳当中 随着热蒸气 从地下缝隙当中溢出来了 就在墙面上 结成现在的这个状态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女的裸泡的地方 然后边上呢就是这种熏蒸 我明显觉得就是裸泡这里边的熏蒸 要给专门的熏蒸的那个屋里边 要热 要热很多 所以今天我就换到这里边来了 这边是女更衣室 哎呀条件还不错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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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没整个懒得第二天今天上了 就拿些泡都太好了 有点有点机票定早了 有点舍不得走 特别是裸胖那里面的温度太好了 特别汗出了很多 气息特别轻松 非常非常好 过年整体还来 我也觉得不错 吃的怎么样 吃的也好了 吃菜一汤 做的也特别好吃 特别合乎我们的口味 住的 卫生条件 住的这个房子还算可以 就不能说太好 因为它都是短期住的 但是屋里边房间非常暖和 它底下我们住的一楼 天然地热 我们定的是没有卫生间 因为一楼地热 我们定的这样的房间 对 睡得可好 睡得可好 特别特别好 老爸泡完钱觉得他 爸你泡的咋样 在黄黄金怎么样 这黄黄金 它这个东西就像泽水 好像就像按摩水 一二一 我这颈病 你当了一下就泡完 就泡好了 都不可能 对你再待一天 但你现在脸特别干净 你现在脸特别干净泡的 时间比较双促 也来不及 更多的时间 在这泡 但整个来的 咱们明天 要离开云南 对我就说你黄黄金 不用说云南 你就黄黄金 还有什么感受 住宿吃饭温泉 吃素 这些东西 民意识别碱了 所以说他没农练 弄练啊 得喝他买口味 我都不吃米线 我今天我早上吃一碗 就是吃的还挺好 吃的还挺好 你看虽然说是这个小店 变大小店不让我家 变大不让人不让神仙 所以说呢 你看我吃这碗米线 我找着 我都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我跟那个 那个大叔说是不错 我说明天来 还是你这个米线 你熏蒸和 就是这种熏蒸和炮玉 你觉得哪个你更喜欢 熏和什么 熏和蒸是一个 就是熏蒸和炮玉 熏蒸炮玉 它是两个概念 对 我说你更喜欢哪个 首先啊 我说你更喜欢哪个 熏蒸 熏蒸还有炮玉 你更喜欢 我最喜欢炮那个 你还喜欢炮 炮那个 它比较舒服 炮的比较舒服 但是呢 有这个 肌肉病啊 预备病啊 预备病啊 肉类病啊 等等 可能说在 啊 数十天呢 可能呢 有些化学 嗯 但是这种 你可以出来 对 出来 对 然后呢 你再去一点 再看 出现出来呢 嗯 嗯 油温 到热 嗯 去情报 好 感谢观看